今天的提案环节 跟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 对 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叫呼吸 所以空气的问题 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心 你觉得 现在雾霾真的影响人生活 有的时候连路都看不清楚 有一次在街上问路 那大妈请问一下那五道口怎么走 口罩也拿来 什么大妈我是你大爷 陈超给我们正式带来今天提案 我是一名都市白领 生活的衣食住行 在城市里面都算便利 但是最近我开始焦虑 就是这隔三差五的雾霾天 这个生活环境让我很揪心 所以我的脑袋里经常会闪出一些念头 要不要逃离这样糟糕的环境呢 那么想要逃离不好环境的我 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想要逃离不好环境的我 你们觉得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觉得是正常的请亮灯 他们都为什么亮啊 你就喜欢雾霾大西特西 不是喜欢那是没必要讨厌 你想说什么雾霾反正平时也看不见我 雾霾又怎么样 对不对反正都看不见 我们就每每个人都会体体验一个一件事 我们戴口罩每天戴口罩 然后到晚上我们把这个口罩摘下来 我们会看这个口罩会变黑或者变灰的 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不太口罩 你的鼻子还有你的肺 是会变黑的或者灰的 所以当然对你的健康有影响 对你的身体有影响 所以如果你特别关注 你自己的身体健康 你很正常的要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正常 我觉得奇怪的是 你现在说环境不好 你要离开这里什么的 你们现在还在北京工作 所以我是想说 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显得天气不好 雾霾什么什么 我们还是年轻人 可以牺牲一下 然后就吃一下苦 然后为了自己未来的发展 但是比如说 就是牺牲一下自己 我给你一个小问题 作为一个比如在上海 或者在一个大城市工作的一个人 你是不是没到一个长周末 或者一个要放假的时间 你要赶紧的离开 然后去 这个真的是有的 就算这个有 这个是有的 就算这个有也不冲动 所以是正常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我跟你说为什么 就是你以为你离开的时候 你兴趣的那个地方没有污染吗 确实没有污染 污染什么时候存在 人存在的时候污染才存在的 以前那个地球是很自然的 一点污染都没有 但是我们来了以后 这个这个菜变成污染的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对身体健康是有很 很那个影响很大 但是其实在心理方面上 也有很大的影响 没错 非常影响情绪 对 就我 就我以前住在 也就是在中国的一个大城市 长大还是生活的时候 它就是因为雾霾 会决定我每天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每天起床 第一个看的就是 看外面的空气是什么样的 这种对你生活的压力 它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 折磨 就是压力 每天都会考虑到这一点 我听了你们的立场呢 都是站在自己个人的立场 现在 雾霾这些问题呢 已经发生了 是一个很大的事 对 你们逃离了 解决不到问题 就是说 你要想一下下一代 所以你要做的东西就是 去研发 还是去做好更多经济 去推广这个环保的活动 才是解决根本的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你刚才在售部 我想说的这个事情 也是跟你有一点关系 就是江浩 它是作为一个英国代表 那你作为英国代表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 梁登 因为你英国之前 雾霾特别严重的时候 如果当年英国人 就是发生了很大的雾霾的时候 他们都跑了 哪有 我善待一定之力好雾霾的英国 不是 因为你离开这个城市 你一样可以解决 谁说你已经要带在这个城市 才可以解决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为什么雾霾这些雾霾会发生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城市 带着开开车 用用店 你想你想对这个城市好 你就得离开 你是男人 你拿得起 你得放得下这个城市 哈哈哈 你是男人 你是男人 你男人就做每一件事 你离开了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的空气污染会变好 你们现在各个都说 我们想逃走 然后就把这个问题 留给别人 留给别人去针对 我觉得真的有点自信 而且你又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一般会思考什么污染 离开城市的这个人 他们一般都到了一个经济的情况 他们一定解决好了 吃好喝好那个问题 喝好啊 吃好啊 然后拜托 留下来在这个城市 留下来的人 他们又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城市真的残了 那为什么我 为什么我待在一个城市 我要对这个城市负责任 我首先要对自己负责任 我觉得走掉的人都是 选择比较自私的 因为你没有想着个大的图片 你知道吗 因为污染环境是整个地球的事 然后一个人想 逃离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思想的话 逃离的话 那些没有环保意识的人都逃离的话 你挺不适再去另外一个地方 再去污染那个地方 你也是不知表不知本的问题啊 对吧 你又在无二二性的循环 那不如你就大家城市 慢慢地去做好能环保的东西 我们今天面临到一个雾霾的问题 其实雾霾不是一天就能去解决的 我们现在已经面临到它了 我们就要去解决它了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因为包括在历史上 比如说洛杉矶这个城市 美国的洛杉矶 它在1943年第一次雾霾的出现 直到1970年的这个清洁空气法案的出台 整整经历了27年的时间 最后成功地把雾霾消灭掉 也是用了几十年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也有信心 一定可以早日封克雾霾 其实大家关心雾霾的问题 雾霾的出现是非常直观的 我们用眼睛可以看得到雾霾 但很多事情可能是我们感受不到的 比如说海平面现在正在上升当中 全球变暖也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在陈超这边就有一组数据 这是联合国最近有一项研究的结果表示 如果全球的平均气温上升了两摄氏度 世界上很多的大城市就会被水淹没 对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上海的陆家嘴 陆家嘴我总得好在这边了 可能上升两摄氏度的时候还不是很明显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上升四度的时候 基本上 就变威尼斯了 然后同样不能够幸免的 还有伦敦和纽约 威斯敏斯的教堂 基本上已经被淹去一半了 纽约没了 然后纽约的这个铜楼已经变 铜牛已经变成了水牛 对啊对啊 好吓人 对 那接下来我希望各个国家代表们 能拿出自己的国家的一些 真的很惊心动魄的一些 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些环境异常的现象 就那个前几年 就那个2011年3月11号 在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地震 好像有9.2 在那个福岛 引发了很大的海销 然后呢 这个海销发生了以后 福岛的那个核电 核电站 核电站 泄露了 哇 对这个发生地震的时候 哇 9.2 死了一千多个人 一千多 在福岛那边 日本一般就是都会建房子都是准备好 有随时发生地震 对 听听地震 智力人也很习惯 哇 但是很欠人啊 就可能那个这个城市对大家来说没那么熟悉 但是呢对日本人来说还是比较 比较热热闹的一个地方 有一个特点 这个地方 这牛的石 就牛蛇 就那个烤肉 很出名的 那现在福岛牛蛇就已经 没没有已经那么热闹 大家都不敢去了 所以其实日本在面对这种问题上 他们曾经有过一次非常非常惨痛的教训 那 如果提到空气的话 讲实话我觉得 伦敦在这方面应该也是非常有发言权 吓死人 因为英国是算是第一个国家是革命化的 所以很多工厂啊 很多雾蛮是在其他国家还没有见过的 然后五十年代的时候 有大概五天的时间 雾蛮非常非常的严重 就天气黑的 天气黑的 然后你看你伸出手 你看自己的手游的时候看不清 你在走路看最后 造成了很多人有 呃窒息的问题 就是各种生就是各种生病 那五天当中死了五千人 哇塞 然后呃 五天结束之后 相继死了八千人 就是一共就很多人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这是五二年的时候 五二年 对 以这五二年的时候 阿根廷不会有这种问题吧 不会有问题 但是可能水污染 或者冰川开始融化 比如说这个冰川是 呃 是在阿根廷南方 然后靠近南极的一个冰川 也是全世界少有的活冰川之一 呃 1988年之前 这个冰川会发生 呃 每隔四年的时候 会发生一次崩溃 但是现在发生什么事 以前是每隔四年 现在每隔二十分钟 啊 会发生一次 是 所以可能我们在 我们在录节目 就已经崩溃了好几次了 yes 澳大利亚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动物又来了 没有别的 动物怎么了 我们都知道英国对 呃 世界的其他地方影响是完全好的 没有任何坏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1859年的时候 英国人决定 来呃 把兔子带到澳大利亚过来 一开始呢呃 带来的是二十四只 欧洲的呃 欧洲兔和五只野兔 然后 对 好多兔子 结果 成这个样子 哇 真的我们是兔灾 可能看的这个 这张照片 可能会觉得 还蛮可爱的这些兔子 但是我给你讲个概念 他们过来的时候 是几十只兔子 过了五十年的时间里面 他这个兔子的数量 就变成一百亿 一百亿 他们特能生 这概念 这概念是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全世界人口 七十亿 所以比我们全世界上的人 都要多 选几到澳大利亚 多好啊 你们好多好 兔子都在澳大利亚 但可以吃他们吗 还是他们有病 没有 因为我们在澳洲的话 就是没有 对 没有 没有广工 所以你们吃 你们吃兔肉吗 可以吃兔肚 哇 这是什么天洗吗 这就全都是兔子 兔子跑的这么快吗 我第一次听说有兔灾 哎 会有什么 哇 那么多兔子 跑的比我还快 那最后你们政府用什么方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因为不可能人一个一个去抓 对啊 他们结果是用的细菌 细菌 细菌去解决 现在没了吗 差不多 对 他这种问题甚至都 甚至都影响到我们现在语言了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breed like rabbits 就是像兔子一样繁殖 啊有有有 这个这个有 美国有碰见这样的状况吗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 因为美国是很大的地方 我们地也一样 还有俄罗斯也是一样 里面那个地下有很多坛 或者是劲 或者是阴 或者是油 但是呢 你就去上面那个哇啦哇啦哇 这个以后扒出来了 那村都是孔了 那如果你看出来了 你就半溃了 and prompted the evacuation of several houses in the area 那个不是日本的吗 啊是美国的 oh my god 为什么呀 天呐 他们一直在叫oh my god oh my god 差不多 他的咖下去是一样的 因为他的咖是他的干吧 算了 哈哈哈 那个在美国 我们的第一个 我们有几个隐盖的 但是第一个隐盖的是 所有的水都能喝 但是有的地方在美国突然 我们的水是被污满了 被污染 污染了污染了 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水 然后就点火 啊 变火 变火了 变油了 对对对 所以美国很火的地方 但是我不要这么 你不要玩太多文字游戏受不了了 左右开始用中文 你讲小笑话 还是会笑的 我支持你 谢谢 你们知道吗 你们听起来这个坑好像 觉得好像没有很吓人 我给你讲个具体的数字 佛里达州在94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坑 你知道有多深吗 65米 哇 65 65米的坑 那20层楼的 20层楼那么深 它是因为地上运动 所以就 不是插线吗 就他们挖没挖 是吧 对 哎 那个埃及有什么现象吗 开罗在全世界污染 还算很严重的一个地方 埃及的人口有9000万 人口1 4 大概2000多万的人口 都住在开罗 就是城市周围 也是很多的村 飞到那个每一年 都会有发生一个那个星象 这个星象是 那些农民他们会把那个稻草给烧了 稻草给烧了以后 所有的都上天 然后都来开罗上面 原来政府会买这个稻草 后来不买了 所以90年代的时候 就开始发生这种现象 叫黑晕 但是这不是唯一的 因为地下就是开罗的车 就是也特别多 人口很多 车也特别多 那么车特别多的情况下 就是 汽车尾气 所以呢 你想就是人 在那个中间 下面是汽车 上面是黑晕 然后被压着在中间 然后呢 就是好多人都得了病 生病了 所以呢 国家 他其实想治理这个 但是发现治理不了的时候 所以我们去年国家 一定做了一个新的决定 就是迁都 哦 在之后 会有一个新的首都 埃及 不会是开罗 哇然后我会变成乡下的人 哈哈哈 你本来是首都人民 你本来是首都人是吧 这样来金吶一 其实在韩国他的夜生活很丰富 对很很丰富呢 所以他会用 会用到很多的光 我这边要讲的是光污染 这是因为韩国的很多建筑楼 全是反光的 因为我自己 我在江南那边住的时候 其实也是 哦 哦 你刚刚毕竟有说江南 有巴仨人黑 有巴仨人 没有 早上很早的时候 其实你就很自然然的 会被一些就光的那种敏感度 就是会刺伤你的眼睛 然后呢 而且这个会导致到就是 这近三年来 就是韩国 还有那个水稻的那些就是 是吗 嗯 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四的产量 对 那是苏苏米苏米 对 苏米苏米 对苏米 是在全世界 然后就是21个主要城市当中呢 排行第一的 就是光污染这个东西 其实呢 哇好亮哦 我们看这个卫星图 你看红 红色的这一句就是 海美啊 就是韩国 没有没有晚上了他们的 他旁边就是日本啊 日本也挺亮的 旁边就是日本 当然是没那么亮 说好的 呦呦这关是你输了 我们环保意识比较 啊 但是有点意思 全世界排行第一是韩国 旁边是全世界第二的 日本 我们环保意识比较长一点 哈哈哈哈 我一直有一个人一直没有发言 就是 哦哦 为什么让大家先发言呢 因为其实 缅甸一直以来是一个怎么讲 就是一个 还算是原始状态的一个国家 没有被大量的开发 但是缅甸现在面临着机会 但是也是同样面临着 对 对 因为我们是三年前才开始开放 所以现在很多工厂都过去缅甸那边开 因为工人的薪水那边很低很低 所以污染问题的话在缅甸还没有什么很大的 但是以后呢 可是应该以后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这一次过年的时候 回缅甸的时候 我会拍很多漂亮的风景里面看 因为可能将来 以后会没了 就没了 真的 哦 哎呀别这样了 其实刚刚我们一直在那边聊 就各个国家遇到的状况 但你们想过一件事情没 就是到底哪个国家 破坏力更强一些 美国 就印度吧 我觉得我觉得应该是属于 不要说一个国家 因为应该印度比较厉害 我们来看一下陈超手里面的事情 数据来说话 排名前十位的 第一位是巴西 第二美国 第三中国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场 很多代表所在的国家 包括日本 俄罗斯 澳大利亚 都是榜上有名的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美国是第二 很多人他们去美国 他们说天天都是蓝天 我帮了很多老家的照片 给很多中国朋友们看 他们说你老家真的没有污染 还有什么什么 但是他们没想到 阿拉斯加他们的污染 真的是非常厉害 你们美国的企业在国外 也搞得那些 对 可能那个是最重要的 对 我觉得美国的浪费 非常严重 哎 美国吃东西很大一口 但是大部分人都吃不完的 美国人拿那个餐巾纸啊 就是这样一舵一舵的拿的 对 用完的时候随便擦一舵就扔掉了 对于那种一次性的餐盘 各种东西 其实我觉得他们消耗是非常大的 可是他们制造这些东西 并不是在美国本土制造的 对啊 都是在发展中国家 对 对 所以就是这种消耗也是造成了一些些的破坏 其实在这个排名当中 又有发展中国家 也有发达国家 大家都在这个世界 半斤八两 半斤八两 那这样好了 我们看到这份非常正经的数据之后 我们接下来做一个极其投票好不好 污染环境 各位 你们觉得到底是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还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呢 觉得应该是发达国家的 请亮灯 好多人都亮灯了对不对 我觉得发达国家应该要承担 因为如果他们那边没有需求的话 发展中国家也不用去污染环境 比如说我这个行业里面 发达国家那边的顾客就是这样子要求 如果你搭不到这个价格的话 这个单子不给你接 OK 所以很多工厂都要为了去接这个单子 他们会找很多方法去压低成本 所以比如说 如果他们染衣服的时候 可以用一些环保的材料 可是他们不会用 因为不环保的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我是说 如果没有麻烦就没有伤害 如果你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你在污染环境 对啊说的很好啊 对 你在污染环境 我觉得谁污染谁有责任 然后呢 你说发达国家的企业在我的国家 开工厂 但是 是哪一个国家允许那些工厂开业啊 对 你来我家吃饭 你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 把所有的塑料带就放我家 是我的责任还是你的责任 是你来到我家 把这些地方弄得乱七八糟 你知道我会什么呀 你干嘛请我来 OK 杨阳 我同意你 你来我的国家 不是你 你以为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想家用好 家用好 就是你 比如说就是英国来那个埃及 就是建立一个工厂对吧 但是你建立那个工厂的时候 那时候我接受为什么 因为我是发展中国家 我的人口很多 我吃不饱 那我吃不饱的时候 我还有时间去 那个管理那个环保吗 那个时间 没有 但是这是我的问题吗 我要解 那你不要那么自私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不要那么自私好吗 你们就是发展中国家 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污染环境了 然后跟发达国家说 你说帮助我吧求求你了 但是也不要 也不给钱给他们呢 要无常的来帮助我们 这个哪有的 那不对 我就是反对这个 知道吗 为什么反对 我跟你说为什么 如果我们谈的是 如果我们谈的是做声音 或者怎么样的话 那我无所谓 但是你谈的是什么 就是帮助来做一个 就是对他好其实 因为最早的时候 是他要我的资源 他把我的资源拿走了 谁办你的资源拿走 对 发达国家就是这样 就是他有技术 他有技术 他为什么不帮我弄啊 我跟你说为什么 这个叫现实政治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国家之间没有什么 我要帮助你 因为有什么朋友啊 什么的 国家之间只有利 我帮助你信任我有利 这是现实 假如说我是一个发达国家 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他要求我帮助他 那我要拿我的国家的人民的交税者的钱 来帮助他们 但是你觉得我的我的那个人民他们愿意吗 如果我帮助这个国家对我有利 我才就是就是我的国家的人才会支持我 但是你真的有利啊 这才是现实 你是有利的 我想说的是发达国家改变能力比较强 因为他们钱比较多 然后比如说技术 现在有很多比较大的公司有责任感的 他们会先去验那些工厂 就说不可以有那个 小独立 对 对 没有同工 对 然后不用污染的材料 大公司有这种要求 这些工厂一定会去达到这些要求的 如果那些大公司说 我不管你们在做什么 反正给我5块钱这个价格 你们去做什么东西 我们都不管 这样子去做发达国家 其实他们那边提高他们的要求的话 发展中国家也会按照这些要求去做的 所以 发达国家一定要有这种 比较有负责任的 标准 对 标准 因为他们已经经过了这一段 就是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 他们已经到了 你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干嘛学发达国家不好的东西 没有 你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他们这两个关系就是因为发达国家是通过 现在他们不允许发展中国家用的那些 手段才达到发达国家的这个地位 对 他把我的想法说得很清楚 听好 你没有听懂 然后我们也有比如说殖民地的这个问题 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到这些发展中国家破坏他们的环境 把这些好处全都拿走 然后说好吧 你自己去解决 不是我的问题 这两位是干嘛的 这两位是干嘛的 就休息休息 你没有人说话呀 做三角五都 就是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跟你们讲 发达国家是这样子 悠悠跟金寒一 他们俩是日本和韩国 他们俩都是发达国家 对吗 对啊 他们俩集体在这一票当中 投给了发展中国家 所以我想此时此刻他们应该是没脸发言吧 不是不是不是我我我特别好奇先听听那个韩国是韩国不是 你干嘛 你干嘛老推我 到现在大部分人都是把这个责任推来推去 说是谁的责任 但是其实我们过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你其实你想一想发达国家 基本上的行业已经发展了到 到了一定的程度 发展中国家他们是世界80%的人口 也是有世界70%的土地 还有很多比如说工厂是就是从此以后要开始建了 这很多东西都是在未来 所以这才是我们能做一些改变 能做一些进步的空间 在发展国家提升的空间已经不大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别说是谁的责任 所以开登 要解决这个问题 谁能解决就是发展中国家 因为是他们现在还年轻 他们可以跟老一辈 不不不不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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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技术什么的 老人在这里你知道吗 这些技术什么的都在 所以发展中国家要把这些技术做 用起来 这样世界更绿色 不科学 其实我觉得发达国家 你就把你这些气体什么东西 在发展中国家去排放 但我们还是一个地球 我们像这环境的这些问题的话 它不是有边界的 不是像我们国家里面做的任何事情 如果其他国家 他们还在这样排放的话 问题还存在 我们全球的这些影响还是有 你说的要有力才会去进行这些工作 其实我们都是有力的 为环保而发展还是有发展的前途 还是能发展到一个阶段 但是会慢一点 可能是 但是结果还是有将来 如果什么事情都那么着急的话 也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而且我们跟今天讲的就是 我喜欢一个词叫做无边界 为什么因为 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 比如说举个最简单例子 海平面如果上升了 倒霉的是很多个国家 嗯 不管你是什么发达 或者是发展中 同样大家要面对是全球性的一个问题 是的 就像我们那个非正式会谈的节目宗旨 你们在那个主题歌当中唱的那一句 世界就是我们家 我们是家 我们是家 我给你最真实的表白 那就是我最真实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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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出生去拥抱未来吧 过去看今后来 我给你坚持的理由 你给我坚持的借口 我们梦想需要多大的代价 世界就是我们的想 我给你最真实的表白 我给你最真实的表白 看今后来 我最真实的表白 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呢 其实是 我们要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向 我们刚刚就说这个责任 那个的责任 那这些问题究竟该怎么样来解决呢 各个国家有没有想到一些方法 对环境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保护措施 当然我们的前提是比较有趣的一些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探讨 日本好像有的 好像 我们在日本 在南方九州地区 五十年代的时候 遭有了一个那个环保的那个危机 所以呢 当地的有一家那个银行 有了很有意思的一个账户 这个账户叫 新粮定期存款 这个意思就是说 要是那个天气变暖了 那明年的利率会变少 要是这个天气 这一年天气变冷了 那就明年的 明年的这个银行的利率会变高 利息就会多 对 所以这个银行没有什么固定的那个利率的这个概念 这家银行还在吗 这个银行还在 在那个九州那边 还在啊 嗯 还在 就就一家 房间是不是那个国家的 就不是构企的 是私人的 对 这些很好的概念啊 小贝 就我07年刚过去的时候 我们那边水就特别特别的少 淡水 所以呢我们政府 呃 积昌的一个政策就是 现在每家每户的每个人都 洗澡时间都有限制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 必须洗洗澡在四分钟以内洗完 这样也是其他的 国家法律规定洗澡四分钟之内洗完 那你国家你五分钟没有人知道啊 国家法律规定是 每天每个人只能用一百五十五升的水 天呐金汉衣你千万不能去 我打死不去我打死不去 然后他们这样又分配了 所以比如说 那他们考虑过这种头发怎么办吗 对啊怎么洗啊 而且如果你是就有持续性的 超过这一百五十五升的话 他们会对你家里的水压会有限制 澳大利亚不是都是海吗 对啊 但水上 怎么这么空 洗车呢用桶洗 水桶洗不能直接冲 不得海水 他应该会流斑 会有盐字 对啊 海水就什么都干不了就行 那你洗澡如果超过了四分钟 会自动停水 那总统给你打电话 赶紧出来 他们现在很多就是水 提供水的那些公司 他们会有环保的那种 就像洗澡 洗澡那个澡头 叫澡头吗 所以他们 淋浴头 对 看雨桥的惯 你已经走分钟都不知道 不好意思 走 走 那个叫廉棚 然后 然后 所以对就反正水压还在 但是他出来的水 变少变少了 变少了 我去不了 你跟钱多多都不适合这个公司 对 我完全没有 我完全没有 你好 我找到了一个特别奇奇怪怪的法路 这个是在亚勒索纳州 亚勒索纳州 亚勒索州 然后在那边 他们有很多那个沙漠 是吧 那沙漠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 仙人 掌 有仙人掌 有仙人掌 是那个Cactus 是吧 那很多美国人他们觉得 这个是特别漂亮 或者是特别出来 还有什么什么的 所以 很多人 以前他们是去亚勒索纳州 被这 那这个 那个 仙人掌 把它偷了 偷了 所以那个 那个亚勒索纳人看怎么办 第一个是 如果经常看到了你投这个这个职务 你是被抓了 一年的时候 还有有一个法宽 你说什么 过一年的老年老是吗 对做一年老 还有被一个法宽 是 二万一千六百八十美元 follow me 那叫两万 两万 但是是两万一千六百八十美元 我如果去美国卖山上掌应该很赚吧 卖也赚 你应该是逮不了吧 还惯着 你人生如果想不开 就去美国干这个事情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金寒衣 韩国现在是旁边这个东西 什么玩具 塑料的 可以吃的牙签 那什么材质做的 里面的成分其实就是玉米 拿来我吃一个 能吃吗 塑料里面 首先他也很哑乱 哎看一下 后忙吃吧 对对对对 他那个头都够尖吗 不是 一人发一个 不是好硬 肯定吃 没有他是真的可以吃 他的里面成分是玉米 这个好吃吗 玉米还有绿豆 这个腰圈很粗 番薯还有绿豆粉 我先剃点牙 有那些成分的存在 所以他是 这个画面好吗 世界各国青年聚集一堂一起剃牙 我先吃完牙以后就把牙先吃掉 大家都剃的好开心啊 哈哈哈 我感觉吃这个 有种那个小狗的抹牙包的感觉 完全没有人在吃 你看那边画波波玩手机剃着牙 哈哈哈 很难咬 那我就是很刻意的 就是让你把它吃掉 不是 他就是一个提上一个环保的一个意识 哎 我们今天在聊啊各种各样的有 有必要去做的一些事情的话呢 我相信大家其实对于环保呢 我们应该也有自己非常深刻的了解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不妨来进行一轮的答题 哦 这个我喜欢 看他到底是喜欢的 并且呢我们的答题是有奖品的 那我喜欢 而且我们所有的奖品都跟环保有关系 哦 请听题 垃圾分类最早是从哪个国家开始的 日本 没有还没有就开始 还没说个 好看 A 日本 B 英国 C 德国 D 美国 321 我跟田言号 他没说开始 我跟田言号 我说开始了吗 啊 哈哈 现在有三个人可以答题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和美国 我喊321开始你们才可以站啊 为什么 321开始 左右 左右 C 德国 恭喜你回答正确 阿天回的奖品是环保研制手帕 啊 太好了 谢谢 好想要 谢谢 而且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德国呢是最早实行循环经济立法的西方发达国家 也是实施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1972年 元西德政府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 拉开了循环经济立法的序幕 谢谢 看天开加油 接下来请听题 这题的奖品是环保植物闹钟 哇 这个 哇 屏幕是 我要 在土耳其 居民需要交三种税 分别是 环境清洁税 污水费 增值税 请问他们做什么的时候才要交这三种税呢 A 洗脸 B 洗碗 C 洗菜 D 洗衣服 小银开始 沈竹童 哎呀我的妈呀 真是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的 这个谁会选 随便蒙一个谁 想不定就对了呢 有四分之一 对了我选 不 你为什么要看着我 哈哈哈 你被点点血了吗是怎么回事 看人家的你 其实这个哥们真的要罚 这个真的要惩罚的 根本不知道答案 你选B 洗碗 洗碗 回答 回答错误 对不起如果你要酷你可以用这个吧 上一开始 哎呀 O 比较快来 C B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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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的那么笨呢 真的 来我们要恭喜 哦 跟他一样来坐下 哈哈哈 那两个别比了 不剩两个很简单 也有可能选错啊 也许最后还错一个 那是最傻的一个 所以不会干脆就别选 三人一开始 哎呦 洗衣服啊 对啊 洗衣服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嘴崩了 你不是洗衣服 恭喜田园浩 把我们选出了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就是A 洗脸 呀 笨笨笨笨笨笨 上一开始 啊 慕晓龙 慕晓龙了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哎呀 还可以这样呢 喜欢 哈哈哈 接下来我们的第三份奖品是 环保手工香皂 哎呀 哦 这个喜欢 请听题 香皂 运行电梯一小时 需要消耗 十千瓦的电 那么请问 相当于一个 四十瓦的电灯 连续开启多久呢 三二一开始 哦 又是你快 你会吗 没有算 你不算一下 C 恭喜你回答正确 哇 哇 哦 哦 怎么做到的 来来来 肥皂啊 你好甜 现在你给我吧 手工 纯手工的 哦那个肥皂掉下来吧 掉下来 还有这里拿进来 哈哈哈 我的天啊 还有一份奖品是 还有 复古 环保 便当合 来 请听题 要把以下食物 垃圾里受污染的水 稀释成 干净的水 透明 无杂质的水 假设每样都是150毫升 需要用到最多水的是什么呢 太难了 这些题 A 悠悠喜欢喝的啤酒 B 田园浩为了长高要喝的牛奶 C 金寒姨妈妈自制的泡菜多 D 画波波爱吃的河南拉面 咱们 三一开始 东碧洋第一个 我 我估计他都没懂这个问题 他刚才问你吧 金寒姨妈妈自制的泡菜锅 学霸就是学霸 恭喜你答错了坐下了 哈哈哈哈 三一开始 哎呦我的那个妈妈我看见了哇 哪个B B B不对不对 也别后悔的长大喝的牛奶 觉得不对的举手 哇都几乎都觉得不对 我们节目就是文化素质有待提高 真是恭喜你答对了 哇哦 也不可能的进去 请到这里来 因为你看有牛啊 所以他需要那个河水也需要那个 谢谢 谢谢 谢谢真的吗你要北枣吗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你要不我喝啤酒 需要5250升 牛奶需要7500升 哇 泡菜锅需要1875升 拉面汤需要750升 牛奶怎么吸 所以西式牛奶需要最多的水 第九第二名 泡菜汤第三名 拉面汤第四名 怎么吸牛奶啊 真的这道题够了 哈哈哈 够了 太难了 哎你们刚刚抢奖品的时候 抢的还挺热火朝天的 但是我们送出的都是一些 非常环保的用 对 哎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环保的举动 我其实挺环保的我自己 对我平时都会经常洗澡 为了环保就是 尽量不污染别人的眼睛 所以我会比较做什么 所以你要不然现在先吸吸油吧 哈哈哈 别又吸油脂了 环保 所以 我们来听听看你们自己会怎么做吧 来 各位把自己的牌子都一起亮出来吧 3 2 1 一起来看一下 地铁达人无意是环保 电动车美男子 关灯 有两个垃圾分类哎 哇 日本韩国一样 你干嘛 你什么要韩国 那你干嘛学我 那就一起来讲吧 不是 我觉得还是我给点面子先 先给那个韩国的讲一下 然后我是谁 那你别说了啊来 孙楠一你别说了 这韩国是最早就是推广 垃圾分类的一个国家 真的 没有因为你知道吗 不是德国吗 你不是德国吗 不是 发明是就是说有这个东西吗 但是推广这个 就是他们发明了没用 德国人没时间 因为你知道吗 就韩国有很多老妈妈就是他们有上上班的 就就是那打工的那种 他晚上晚上的时候他们会 就一定会到那个就是垃圾分类点 去重新掏那个里面的垃圾 再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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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阿姨再需要分一次对不对 但是我们日本国民是有这个素质 我们也是啊 你需要这个老阿姨再分分这个这个垃圾了 我们就我们有就就分分别 比如说这个直装的 不是我的意思说收垃圾的 就收垃圾的是再分对不对 没有收垃圾他可以选择不分 但是他还会看一下 就是看一下里面有没有那个看都不看对吧 对我们看都不看 不是我们就都分好了吗 我们就必须要就分好了 然后就扔 我以前在冲绳冲绳是非常严重在这个 我们需要我们扔垃圾 我们需要用透明的袋子 他们来收他们会看你有没有分 你要是没分他们不收 哎你们这个垃圾分类我觉得还 听起来也很直接 田一浩你那个冠冕堂皇的什么叫无意识 你就是根本不用想 我就不管吧 就是第一次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我不我也我也不是非常好 环保后来我想了想 其实我是非常的环保的一个人 我睡觉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开空调 因为我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比如说我也不开车 我从来不开车 呃一是因为我没有驾照 二是因为我我买不起 然后买不起 哈哈 第三是因为在英国你就是塑料袋 你要去超市 那个塑料袋是收费的现在 我舍不得花借钱 所以我都是 我是 我日本人也被被包 塑料袋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很很 非常的一个 所以你就觉得节约是一个很好的 你并没有刻意 但是你就环保 融入到生活当中了 你觉得你是一个崇尚自然的人吗 对啊 我用的 呃洗脸的东西 洗水果的东西 洗碗的东西全部都是自然的 就是用植物来做的 只能只能喝那个意大利的水 这个我知道 对的 真的吗 他有钱 这么土豪 然后然后我我吃的盐 也不是海里来的盐 因为我要我阿姨做饭的时候 要用的是那个粉红色的盐 是从来的 嗯 这好不环保啊 他其实不是环保 你别在这儿炫不透了 你别在这儿炫不透了 这就是土毛 you know we don't we don't care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但是哥哥你没 你没想到这个这个哈姆雷尔的盐 是这么从那个哈姆雷尔大 到那个上海 就是有一个人他是去哪边那了 然后又过来了 所以他有很多那个车友 你要环保的话 你吃你们长饮区的盐 我喜欢吃什么盐 我吃什么盐 我吃什么盐 吃什么盐 就是吃什么盐 他喜欢 我喜欢喝什么水 我喜欢喝什么水 你来 已经够了好吗 你来我那个我喜欢好不好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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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哈哈哈哈 好 哎作为年轻人啊 作为年轻人 其实你们刚刚讲了这么多 我觉得接下来大家把牌子放一放 我想问一下你们 就是你们觉得生活当中 可不可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环境 我希望大家开开脑洞 会想一些比较特别的 有意思的 有趣的一些方式或者是方法 你们也准备了牌子 当然啊来三二一 请亮 来 我一眼就看见那个少说废话 我的天哪 哈哈哈 是不是 啊卷服 你先说 啊 少说废话多做正宗的事 因为 为什么 因为少说废话就可以 啊就可以 少喝水 不浪费时间 用这个时间做好事 做环保的东西 你在指上骂坏吗 骂你 哈哈哈 有些人对号那么多而已 这个就是准备给送给你了 哈哈哈 这个我这个我会喜欢 每次你开始说话的时候 把这个牌子举起来 啊 所以我不喜欢 哈哈哈 不你来讲一下你的环保 什么环保时尚 我比较喜欢那个时尚嘛 然后呢 呃我那我会叫 哈哈哈 那个这是话不播 这话不播 我会把一些把一些瓶子 假如说一些一些 废掉的也就那种瓶子 用一些绳子拉在我自己的腿上 然后跑到马路别人上 然后 因为我在一老很红吗 你有毛病吗 然后做一个网罗红人 我就在马路上 我就这样走 然后走到人民大会到门口 给国家的领导人看 你请坐 哈哈哈 给国家的领导人 我已经给到了 你已经有了 啊 少说废话 看看看看是哪是哪 我会走到那个对领导人看 为什么把这些东西不会好好的 一起我走路的时候 后面又拉了五百 哈哈哈 你就是行为艺术 往去行为 这样走路 哦 展现这个图片穿个绿衣服 我配个红位子 我配个红位子 哈哈哈 你没有 你没有想法就算印象 根本就没有脑洞 我来算一个脑洞的吧 来 就是我的一个是眼底投票器 是是这样的 就是可以在你的座位有两个地方 就是可以可以放那个眼底吗 然后这个呢 就是你通过他可以投票 你支持哪个队就 来 那会不会有些人本来不吸烟 就是为了想投票 不停的点烟往里放啊 哈哈哈 对啊 你这样会有可能比较 你这个吃垃圾的机器人是怎么回事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幼稚 哈哈哈 就是分明出来一个机器人啊 然后这个机器人可以吃垃圾啊 怎么办 他怎么吐掉呢 然后他吃完垃圾的时候 他走路的时候 可以通过走路 他发生了消化呀 哎他大变什么 他真的能分得清楚垃圾和人吗 他会不会把你的头发 把你的头发 吃了很麻 怎么回事干毛粉 那头发呢 你的头发 你睡觉早上起来头发给吃 我可以把我的头发给带一半 哈哈哈 可以吗 可以 好 没有 因为我看现在 有很多人他们是天天有那个衣裳筷子 是那个蜘蛛那个筷子是吧一次性的一次性的 对还有也有很多人他们是从那个去那个口香堂 然后把这个瘟掉一次性的一次性的 还有我们世界上在那日利亚那边也有很多 那个动物他们需要那个一个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很多那个一次有一次性的筷子 还有一次性的口香堂 然后可以模仿一个大城市 然后这个动物可以住在这个城市 哇 然后如果有一些熊猫啊 他们有一些饿 他们就可以拿这个蜘蛛然后吃 哈哈哈 但上面有好多油啊 太热啊 对呀 可以就是吸一点啊 浪费水 那我告诉你很很简单找到了一个问题 但是不容易找到一个想法 哎 哎 真的是 我们不能一味的否定人家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开脑斗 鼓励他的想法 公平这个自私鬼 要把垃圾扔到宇宙去 然后 为什么自私鬼 不是在宇宙里边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把就是全部的垃圾就发在宇宙 然后送到太阳那边 然后把垃圾就烧了 那也是 就没了 破坏 你怎么知道没有试过 外星人怎么办 我管外星人干嘛呢 我管我的地球 哈哈哈 很多名叫的问题 你干嘛你还叫 哈哈哈 金寒一 我这边是吸埋戒指 而且但这个是其实已经已经可以 是有发出来的 其实是一帮大学生 然后他们去网网站上不是有募捐吗 哈哈哈 我姑娘你戴了牙套之后笑起来真的很好看 哈哈哈 哪都好看哪都好看 我一说他马上就不笑了来你继续 哈哈哈 没有他们就就是募捐到了那个一定的价钱之后 然后他们去研发这个产品 他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大的 是一个城市space的一个就是那个空间站 他的可以吸埋的成分是几公里的 这个几公里几公里的 然后呢 这个戒指他可能就是 是呃是比方说一千平米啊 那我带十个 哈哈哈 但是咱们把它有黄金的吗 不要说 哈哈哈 我做东西 他不愿意带 你看我 我就是要不要说我 我跟你说他那个戒指 他戒指中间吸埋吸到一定程度的话 里面就会变成黑色了 对哦 对然后他是银色的不是结合 好 接下来是小贝 我说的话就是海底垃圾桶 这样的话就是不用不用任何燃料什么东西 就是放在海里 把垃圾都扔到海里去 让海平面上升 通过 通过水的流动把这些拉就海海里的垃圾全都收集 可是你往里面扔的话 海平面不就上升了吗 对啊 不是不是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要收集那些垃圾 对海水带着垃圾 然后通过这个海垃圾桶 然后垃圾全都在这里 然后海水继续过去 今天的现场我觉得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但我隐隐当中又觉得比较现实的一个 是欧欧的这个选 中国阿姨 是阿姨吗 为什么是中国阿姨 因为我在中国呀 你是阿姨吗 不是 我是说娘呀 我觉得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就没有时间去做饭 所以都会叫外卖啦 所以外卖 外卖和很多都真的很 看都心疼 心疼真的 所以如果我是请了一个中国阿姨 然后她会帮我做晚餐 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晚上已经准备好了 有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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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晚餐她已经她会把一半分成就是明天的午餐 她会帮我打包好然后明天给我带走 用粉红色的盐 对的 意大利的水 对的一段个水必须 可是那个啊 我不用我不用拿拿 我不用用那个打包盒 然后也也不用让她去煮两两次的饭 所以同时煮一次的饭 就是吃两餐 我觉得这样 你的环保都挺花钱的 倒是真的 这个对经济好好吗 对对对 你反正有钱 我们今天聊环保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很多人提到环保本身是悲观的 我们上来 在那边讲到我们面临到的一些现实状况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是一种悲观的态度 但我觉得其实不要一味的悲观 好像我们一味的这些年都在跟地球索取 所以人类就是特别特别罪恶的 我反而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能草论这个话题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在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它的重要性了 我相信通过人类的不懈努力 通过我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 我们一定会想到一种 以自然界更加合适的更加和谐的相处方式 但是今天在座的各位代表们 还有坐在电视前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也希望大家不是仅仅停留在自己的口头上 也不是停留在可能一个非常义愤填膺的微博上 等等一些好像特别表面的一些方式 我们真的很希望大家都能够实际行动 从自己身边最小的一件事情做起 比如说洗澡用四分钟 比如说少说废话 对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看我说yes 他说为什么你说yes 因为你 少点说废话 我喜欢你 我愿意弄一个更环保更短一点的头发 什么之类的 其实真的从这边这些小吃做起 也许地球的明天因为我们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以上就是本秋仙灵独家冠名播出的湖北 是非正式会谈仙灵琵琶汁喝了就清润 我们下周再见 我对你最正式的表白 但这是我最赤诚的爱 伸出手去拥抱未来吧 过去放进口袋